我们大家 就暑假时间 时期我们大家都 几个兄弟都围在一圈 围着妈妈在调制仙草 所以说这个对仙草 非常的有那个 有好感 小时候喝仙草茶 吃仙草丼 除了香 还有妈妈的味道 钟永熙现在做的仙草丼 却看妈妈大不同 它这个是目前全台湾 唯一不使用淀粉 不使用勾芡 去调制出来的仙草丼 大家吃起来 麦芝芝不重要吗 麦芝芝不重要 老板说 口感也不一样 味道不一样 吃到好是吗 没有勾芡 你吃起来好吃吗 蛮好吃的 吃的它好像比较Q 比较黏 用寒天和蒟蒻来取代淀粉 降低热量负担 已经切成丁状的仙草 很快又凝结成块 是富含胶植的证明 胶植的来源 还取决于仙草使用的时间 那如果你像第一年 你采收起来就把它熬煮的话 虽然香度很香 但是问题是 它的那个胶质可能浓度不够 那你放了有两年三年以后 它大概它这个胶质浓度会比较高 中秋节过后 仙草还没开花式采收 至少存放两三年才有最佳风味 中有性以研发的概念出发 向阳根口感的仙草胶砖 以客家小草为内馅的仙草紫米饭团 都是它的独创 我们就是仙食品 只能够冷藏大概一个礼拜左右而已 不能放久的 吃最能吸引民众注意 周永西说 仙草大餐只是个起步 仙草博物馆是它最想源的梦 既然做了仙草 就让它能够就是了解一些 我们仙草开发的经过 因为仙草它本身是一种 比较天然的黑色食品 所以说我就提供 再想一些其他的题材 让人家可以接触到仙草 妈妈煮的仙草茶是周永西 记忆中重要的童年印记 而她希望与关西 地方情感紧密结合的仙草 能有个博物馆 生根传业文化 明星某共用 嗯吃到后思某 明星某共用 嗯吃到后思某